我 查无此人 连名字都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决定 所以 我是被渣男骗了吗 我觉得人的生命也是转瞬即逝的 有可能当下错过了 就永远的错过了 聪明还是你聪明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人呢 为什么给我钱 把我当什么了 居然给我钱 刚刚上去那两位 住几号楼 他们去的是二十层的总统套房 把房间的总控卡给我 好 江总这边 这张卡可以刷二十层所有的房间 你 你好 请问你是 小姐 和你一起进来那个男人 叫什么名字 你是说副总啊 副总 又是什么骗人的新化名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是他的女朋友 还是老婆 我们副总还没结婚呢 小姐 副总现在正在洗澡 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 洗澡 可能你现在还不清楚情况 我是要救你 你嘴里那个副总是个骗子 你现在是他要下手的对象 凡事呢 要讲究证据 正好我是个律师 你不介意我录下来吧 录吧 我今天就要亲手 撕下那伪君子的真面目 等一下他看到我 一切就会真相大白 懂不懂尊重别人隐私 怎么就随便闯进来吧 我 我们之前见过吗 不记得 你做过什么你不清楚吗 我做过什么 你真以为我不敢说 说啊 这位是我们梵牧家居的总裁 负责一 副总 我是他的律师 我想你没错人了 梵牧总裁 就是你什么骗人的新身份